一口氣入圍奧斯卡四項大獎 日本電影在車上 可說是今年奧斯卡的大黑馬 有望重演2020年韓國電影寄生上流 横掃奧斯卡的奇蹟 電影將故事分成三層 彼此交融相互呼應 最後匯聚出滿滿的震撼 本片主要發生的場景 在一輛小轎車內 描述舞台劇演員發現妻子外遇後 妻子就意外過世 主角滿腹心事說不出口 卻在這輛小轎車內找到救贖 這部電影不僅改編自 村上春樹的短篇作品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故事還圍繞著俄羅斯名劇作家 契科夫的萬尼亞舅舅劇本 透過劇中劇的詮釋散發獨特意境 片中除了日本演員外 還有韓國與台灣等跨國演員陣容 沒有上夜電影的大場面 質疑演員的肢體動作和眼神 探究人性背後的無奈 導演冰孔龍介 憑著在車上 不僅已經拿下 砍成影展最佳劇本 更抱回了金球獎 最佳外語片 而入圍四項奧斯卡獎項 更是一舉打平了 1986年黑澤民以電影亂創下的日本紀錄 這是一個歷史的事 不是第一 但這是一名的 售賣最佳語片 今年亞洲電影勢力在歐美影壇崛起 能讓西方的奧斯卡擁抱這樣一部長達三個小時的 非英語電影 可見冰口龍介的功力 電影僅扣著失去這個主題 流露著公路電影的情懷 一幕幕在車上的旅程 一段段爭執了台詞 導演冰口龍介帶著觀眾 一路過關斬將 將這台車開向奧斯卡 近新聞 張成岩 陳思寅報導